机车正在等红灯 后面蓝色轿车居然直直撞下去 机车上的两人重摔在地 还需要另一名骑士帮忙才爬得起来 小货车的驾驶 它沿着中华路往火车站的方向执行 那到造势地点的时候呢 没有注意到车型的状态 所以就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车驾驶 明明撞了人 照车驾驶王姓女子第一时间不下车 警方到场时 无召的她还忙着打卡抢瞎 骂对方 会不会骑车啊 撞你刚好而已啦 如果开一百 看你要飞去哪 想要钱也不是这样 撞人的反骂人 嚣张言论让网友群情激愤 留言 不会开车不要出来害人 骑士是听红绿灯 未动状况 你去撞人家 还说别人挡你路 真是够了 恶人先告状 当大家眼睛瞎了吗 撞人还不认错 要不要角色呼唤一下 你被撞人看好了 看你还会大声吗 女子受不了脸书 被愤愤不平的网友灌爆 一度关闭 而没违规的骑士 反被撞飞在地 幸好人没什么大碍 双方已经和解 突发中心新竹报道